这个视频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 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 如临外事 清朝初年 在康熙 雍正 乾隆皇帝的英明领导下 大清国 国家富强 人民安居乐业 但就在这歌舞升平的年代 却出现了一位另类作家 吴敬子 他家家境极其富有 父亲在去世的时候 留给了他两万两银子的巨额遗产 但他却不好好管理 任凭这些遗产 被家族成员偷窃抢走 加上自己又挥霍了一些 两万两的遗产 没过几年 已经是一分不胜了 他学问也极深 不论是谁都对他敬佩有加 安徽巡抚 甚至推荐他去直接参加 朝廷的科举考试 想为他谋个一官半职 既为他改善一下家境 也能为国出谋划策 但吴敬子却轻轻地摇了摇头 就是不去 在当时 没有人能够理解吴敬子 为何如此另类 但到了现代 我们通过吴敬子的名著 如临外史 却能够窥见吴敬子 另类背后的 心酸与忧愁了 如临外史全文一共56回 精心描绘了当时 读书人的种种状貌 是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 如临外史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他首开描绘现实生活的写作方式 在我国古代的其他小说中 作者描绘的都是人们不常见到的神鬼英雄故事 比如四大名著 基本就是这个类型 但如临外史却第一次将主人公描绘成了普普通通的人 他们成家立业 彻夜苦读 参加科举 过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 如临外史的第二个特点 则是他深邃的洞察力 表面上看当时的国家蒸蒸日上毫无危机 但吴敬子却用自己的血轮眼看出 这样的繁荣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国家用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 但是科举却不是考察京市之用的内容 比如如何振兴西南地区经济 而是专门考察百无一用的八股文 所谓八股文就是要求考生用统一的格式来产发四书五经的义理 而学习八股文让大部分读书人都变成了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这样的人治理国家 没有危机才算奇灾怪灾呢 在如临外史中 吴敬子就大量描绘了深受八股文荼毒的读书人形象 用来劝戒世人应该以此为戒 其思想境界正是援超众人啊 如临外史在文学上最大的特点则是讽刺 吴敬子由于自己骆驼不羁的性格 在生活中备受他人冷眼 但吴敬子却认为只有自己的生活才算是正常 其他人追求功名利禄 一招科举种地就宾客满营 财富散尽则树倒狐孙散 这算什么正常啊 于是吴敬子就把身边的事情加以夸张对比 然后写进书中 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病态的社会 也时刻提醒着读者 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时代 不要自己已经变成了病态的人 还不知道呢 凭借着开创性描绘现实生活的写作方式 深邃的洞察力以及讽刺 让如临外史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读者 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最为著名的范金重举中去吧